1月5号,陈妍希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新歌,更难得的是在这一组MV中,她还首次高调晒出了儿子小猩猩的正脸照,顿时引来了无数网友的热议。 画面中的陈妍希依然少女感十足,视频中还有一段是陈妍希与儿子的互动日常,母子两人抱在一起的画面看上去十分温馨,陈牧尘的长相也获得了无数网友的夸奖,大大的眼睛,五官也十分精致。 小家伙此次以正脸形象出现在妈妈的账号上,实在是令人惊喜不已。 小猩猩完美,遗传到了爸爸妈妈的高颜值基因,长得非常帅气,一看就是高颜值萌娃一枚。 小猩猩吃着奶嘴,眼睛超大,五官好好看,像极了爸爸陈晓,好可爱呀。 夫妻俩的基因太强大了。 网友纷纷留言评论,好像陈晓啊。 太帅了,也有网友评论称太像陈晓了,基因太强大了,长大肯定是个帅哥。 陈炎熙新歌,小猩猩歌词满满的都是妈妈对儿子的爱,陈晓也转发为老婆儿子打call,看到了满满的爱意。 更没想到的是,几乎大半个娱乐圈都来为陈炎熙的新歌打call。 杨子、宋家、林依晨、柳妍、佟妍、黄欧、书琪、杨成林等明星纷纷留言送祝福。 陈炎熙的人际交往圈,真的是惊呆我了。 按理来说,陈炎熙这两年在娱乐圈的活动也很少。 在趋利避害非常明显的娱乐圈,陈炎熙如今发一首歌就有这么多明星发祝福,看来陈炎熙私下和明星们的交情确实很好。 陈炎熙与陈晓两人一直被外界质疑两人的婚姻不稳定,但两人并未澄清过,任外面众说纷纭,两人依旧是低调前行。 婚姻幸不幸福只有当事人清楚,但是在视频中却真实地看到了陈炎熙对儿子的爱,以及陈晓的父爱,相信他们也一定是幸福的一家三口。